以凡人之趣挑战东半球最强法务部 前天还看到Switch模拟器鱼组发文聘请律师硬刚任天堂 昨天早上就光速寄了 赔偿240万 任天堂不败战绩到底有多恐怖 这还得从50年前说起 1970年以色列魔术师尤里·盖拉有一个绝活 那就是能将手中的勺子变弯直至断掉 由于95年宝可门红绿中初次登场的永吉拉设定与其一致 于是在2008年起诉宝可们抄袭 任天堂先是以海外法庭无权审理日本国内的案件装死了一段时间 在时当庭指出永吉拉有超能力 你有本事现场也表演一下呀 怼的人是哑口无言 1980年任天堂与世家就俄罗斯方块家用机的版权之争打起了拉锯战 就在官司一筹莫展的时候 任天堂发现俄罗斯方块的版权根本不在游戏开发者手上 而是归属于苏联外国贸易协会 于是直接飞去了莫斯科 先是确认了世家只有PC架构的版权 没有家用机端的 然后在外国贸易协会手上高价买下的家用机版权 直接抄了世家的老底 而让任天堂一战成名的 而是与环球影业金刚的跨界官司 1982年任天堂街机游戏大金刚席卷美国 就是那个星星丢筒子《玛丽奥救公主》的游戏 然而这时环球影业旗下的金刚也根据电影制作了一款掌机游戏 并游戏中角色形象玩法侵权 将任天堂告上了法庭 一开始任天堂哪见过这阵仗 面对影业巨恶是真的怂了 结果因为叫做卡比的律师带着资料前来解囊 在听证上卡比先是提出 几年前环球影业为了获得金刚的版权 就把金刚的最早创作者告上了法庭 将该形象早就变成了公共产权 环球怎么都没有想到 给别人挖的坑自己也栽了 凡将一军的任天堂继续跟进 我的游戏比你先出 你这是抄袭我 打到环球不光措手不及 最终还得拿出5800万美元 连同诉讼命运损害等赔偿给任天堂 大祸全身下 任天堂为了纪念这位律师 大嘴贪婪啥都吃的星之卡比诞生了 不过话说回来 模拟器作为灰色地带的产物 本身存在是不违法的 但是你要是售卖盈利 那官司就是铁书 你也不学学隔壁索尼PS的模拟器 它不光写了仅供学习使用 它还免费啊